就是数学函数的范例题里面007 产线人员工资之和 那顾名思义 这边的话你把它打开之后 跟刚刚这一题还蛮像的 里面的话你打开之后的话 所谓的产线人员工资之 产线特别之后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延伸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的是什么 产线1 产线2 产线3 甚至产线4 那它希望把工资部分加起来 那问题来了 我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边 那我应该一样用三比辅 所以一样用数学三角 里面最后倒数 这边有那个三比辅 这个函数 那可是问题来了 按确定 Range 我要查什么 查产线 Criteria可能就产线 那范围在哪里 范围一样在这里 这个范围里面你帮我找什么 找那个产线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产线 可是问题来了 产线1 产线2 那怎么办 那Sumrange顾名字就把工资加中抢 可是问题你按确定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比对是完全要一模一样 所以呢 你要怎么 产线1 但是你如果产线1的话 你只能找产线1 那产线2怎么办呢 你想说斗点可不可以 现在有啦 产线1有 那你想说 可不可以加一个货 偶尔 或者是偶尔 偶尔好像刮虎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它不支援货 不支援 所以呢 如果你像这种问题的话 特别注意 请你要学会一招 就是用万用字元 所谓万用字元就是说 产线什么东西 你就加一个什么 问号 问号意思就是说 它开头一定是产线 后面有一个字 问号不知道 那就是产线问号 这样OK 你会按确定 答案就OK了 另外的话呢 除了产线问号之外 那可能会有个问题 产线可能有 目前是到3 那如果未来可能有11 12 13 有没有 那如果还100 很多嘛 可能产线非常大 那怎么办 那你变成说 产线问号问号 不行啊 产线问号问号 就是一定要两个字 所以呢 未来如果你不知道 有几个字的话 你可以记另外一个 叫星号 星号是说 不管有几个字 反正呢 只要开头是产线的 就帮我调出来 那未来可能有什么什么产线的话 你可以什么 再加前面一个星号 比如说他可能是 A产线 B产线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不管说 开头是什么的话 这样子是开头 那如果中间的字的话 就这样OK 所以大部分比较保险的 就是前面一个星号 后面一个星号 我这一题一定是开头 这个就不用 按确定 这样的话也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题比较特别的就是 这个地方 你可以加 问号或星号 按确定就OK了 那另外的话 请各位 一样延伸 把这一题怎么样 把它改成 用VBA 特别注意 那如果我要用什么 像刚刚的语法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范围给他 第二个逻辑跟他讲 第三个判断的条件 就是开头是产线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VBA里面有Labs 有没有Labs函数 那你可以抓他前面两个字 如果是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累加 累加完之后 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刚刚的那个方法 来这边写OK 甚至你也把刚刚的程式 贴过来改 OK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所以像这一题 如果你程式之前有写过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特别之后 我这是新专 所以要在这边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你不能用一样 然后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拿什么 刚刚我们写过的奖金 这个销售额来改 可能比较快点 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那就把这个名称 干脆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这个名称的话 我把它叫做产线人员工之者 其实改完之后输出也OK 这边应该没问题 这个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这边名称稍微改一下 不要叫收售 那其实你可以什么 套一个那个 取消一下 你可以什么 就是改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第一个范围 你可以扶I等于2到11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 如果它的A栏 A栏的资料 假如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不是大 这等于什么 等于两个字 等于产线 前两个字等于产线的话 那你其实主要把这边改 但是问题 它里面一定不会是产线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除尘格的外面包一个Labs Labs 意思说 开头的两个字 所以Labs 在那个除尘格的后面 逗点两个字 再加后瓜 意思说帮我把这个除尘格 里面只有抓开头两个字出来看看 是不是产线 那如果是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的C栏 累加 最后呢 累加累加完之后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除尘格 112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12就可以 好 陈氏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 所以以后陈氏 如果你假如说 写过了 你其实都可以拿来当范本的 而且这范本也有很多地方都一样 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去修改 怎么去应用 我最怕就 很多人学完之后不会用 还有会问一些问题说 老师怎么怎么用 你怎么都没有讲 我上课其实都有讲 他可能还是不太能够做变化 所以特别注意 看得懂吗 其实主要就是给我只有改这里 Labs 最后输出看看会不会OK 执行一下 看一下23884 是不是一样 23884 一模一样 有没有 OK 所以 三密服如果你不用 那个三密法案数 VBA也办来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而且程式前面写过的 以后的话也都可以如何炮施 所以我还蛮强烈建议 以后如果你要把VBA 真的跟你工作融合在一起 还蛮推荐你们一定要把重要的部分 写在笔记本 要不然就是学我用云端 OK 像我云端很多东西 其实云端的好处是说 我哪怕我未来 我要再上这个课程 其实我马上拿出来 我就知道了 或者是说我可能很多年前上过的课程 我大概也忘了我上什么 其实我云端上有东西 我拿下来我也可以马上知道说 我之前教了什么东西 不然的话像我们贝克也非常花时间 有的时候有云端 对我来说就轻松多了 所以我觉得工作要能够easy一点的话 真的要用对方法 不是新的科技不是给你们障碍 我反而觉得新的科技是提供你更多的战斗力 如果你懂得用一些新科技 我觉得工作还蛮多地方 真的还蛮easy的 越来越easy 而是让你有加分的效果 而不是让你增加你的负担 所以学习工具也是一样 真的 这些工具为什么要学 当然就是有帮助 不然你学这东西 反而增加你的障碍 还有就是要 懂得怎么去有效率的学习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先把刚刚的007这一题先做完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那个00 后面有009 不过009我觉得比较困难 你可以先看011 宜兰和苗栗的总数 如果您可以做完之后 我们就去看011 我们下车的车 记录一下